拱汉林冯孝婷的冯拱之争引全网热议 演员李嘉航一来参战 说国族最不缺的就是骂声 如果你像我一样不懂或者不看 不随意宣泄愤怒保持沉默 也是对这个行业的一份支持 如果带起了不关注不看球 路过随口喷一嘴的风潮 也不是一件好事 这番话还挺中肯的 不过还是引来了不少人骂他 李嘉航也不甘示弱 3月17日他发文开给网友 一喷我之前看看原文行不行啊 便没看过球就跟着骂丢人 太敢说了 不少网友看后纷纷表示支持 还夸他是爱情公寓最有种的男人 不少了127个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好